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还在22章 说实在话 我有一点点失望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已经出来这个海边的旷野两周了 这是第三周 那其实我在第一次来海边的旷野的时候 我就勉强能走路 我就一直想着待我受伤第七周以后 我应该可以能够爬山了 但是呢 我去到山上 山边那个地方 刚开始上山就很陡 我就走 然后带着这个登山杖我就开始走 走着走着就发觉自己实在不行了 很累很累 脚很痛 那就在这个前几天 我就这样努力的走了20分钟 觉得真的不行了 不行了以后呢 就只好慢慢的下山 下山更痛 上山20分钟下山差不多也是 虽然说那个有重力加速度帮忙 你这样比较快一点 好像省力 但是对于关节来讲确实更加的痛 所以我回来以后呢 我就发觉 本来去爬山之前呢 脚还好好的 还可以走起来比较好一点 然后爬山之后下来以后 哎呦 我的颇就更厉害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 确实我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可以去爬山的程度 所以看起来我们在海边的旷野可能要多路几集了 这没有办法 不过这个地方说真的风景是不错 唯一的缺点就是说 这个真的是冰果两重天 因为那边就是海湾啊 海湾里面很多的海水 海水怎么样 它一夜过来是冷的 所以这个海风从这个海这样吹过来说 这边 哦 后面好冷啊 我背面没有晒到太阳的地方好冷 那现在这边在六点半 早上六点半太阳已经起来 晒得我暖轰轰的 所以我这两面就是真的是冰火两重天 前面是热的 后面是暖的 暖到 对不起啊 前面是暖的 后面是热的 暖到我这个地方我都没有办法扣 我就这样敞开让透气 可是呢 你知道 腿啊 背啊 这个受风的地方都很冷 但是怎么办呢 就是这样子吧 我们继续为大家查考圣经 我们上次讲到哪里呢 其实呢 在路加福音21章22章这里啊 我们都知道耶稣要做什么 祂要上耶路撒冷 祂要上耶路撒冷 祂知道后面的计划是什么 但是门徒们不知道 门徒不知道主对他们后面有什么计划 可是我们在读圣经的人呢 我们常常也不容易知道 也不容易想到 我们就把圣经里耶稣讲了一件事 一件事 我们就当作一个一个个别的教训 可是其实啊 我们要看福音的时候 也特别是看这个时候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想 我们要想办法想想看 我们主到底要做什么 祂要上耶路撒冷 祂要去受死 祂收死之后要复活 复活之后呢 祂要升天 祂要离开这些门徒 这些门徒不能跟祂马上上到天上去 这些门徒在地上还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好 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说 祂说主就最后跟门徒讲在21章的时候 祂说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 一切居住的人 讲到末世 我们上次是不是讲到末世啊 21章讲到末世 非常可怕 人们想到将要临到这世界的事 都吓得非常的这个魂不覆体 这么可怕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无解 没有办法解决 没有办法能够逃出来 没有人能够活下去的情况 除了被主所救的 除了那些能够被主所救的 能够逃出来以外 其他没有人 没有人能够有任何办法存活下去 所以人们一想到 这些即将要临到世界的事 就吓得魂不覆体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是你和我 我们就是人而已 你看我们习惯了这些事情 我们习惯了很好的生活 我们习惯了一个白领的工作 当然有些弟兄姐妹 可能是蓝领或是黑手 对不对 那我们不管 就是说总是大家习惯的工作 你就算是蓝领或黑手 你早上骑自动机去工厂 对不对 骑摩托车去工厂 搭公车去工厂 坐捷运去工厂 蓝领的话 可能坐捷运开车去你的办公大楼 鞋子楼漂漂亮亮 我们每天可以预计 可以想象我们将要做的工作什么 好像这些事情这个世界 好像就是这样在一个轨道上运行 很稳定的 但是有一天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记不记得 俄国跟乌克兰的战争是什么时候开打 2月24号 假如你在2月20号的时候 你在基辅 基辅也是个大城市 也有蓝领工作 也有白领工作 有些人甚至是说在乌克兰还是富翁 他们过的日子好不好 他们过的日子非常好 结果突然之间CNN 美国布奥或者说乌克兰电视台报道说 俄国的军队就在边境上军演了 俄国的军队就要做这些事情 又做那些事情 一天到晚报的 然后那时候拜登在讲说 俄国预备怎么样这几号 他那时候报了两次 1月的时候就开始在讲 2月2月正式整个月就在讲这个事情 结果突然之间我们就听到 砰砰导导弹爆炸 基辅里在附近都有导弹 那个俄军用长城 然后长城的飞弹打击 然后你又听到他的坦克军就直接冲进来 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样 你的世界在崩塌 你的世界在崩塌不是吗 你别人习惯的事情 我每天早上到公司上班 然后公司供应这些那些 舒服的座位冷气音响 可能音响可能要戴了耳机自己听了 但是有冷气有茶水间 每天电脑打开网路都是通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一天你去办公室发觉没有网路了 电可能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 这些茶水间这些东西也不能再补充了 市场都很紧张 老板就说那我们这公司不能再做下去了 大家有办法赶快逃命吧 就这样 你的世界就崩塌了 下面要发生什么事 要发生更可怕的事情 下面要发生更可怕的事情 所以那日子将要像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 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 整个世界都没有办法逃避 开始可能末日啊 乌云开始闭天 这些乌云不是说会下云那种云 它就是沙尘 就是地面的尘土被弄起来 然后这个事情非常非常可怕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其实全地已经没有可逃的地方 你说 听说南美洲很好 南美洲对不起 南美洲也要被波及 你说欧洲 美洲 非洲 连非洲都不行了 南极洲 北极洲 这些全部都被包裹在里面 所以你们要怎么办 我们能怎么办呢 你在地上没有任何的出入可言 这个世界来到末世 非常非常可怕的事 人们想起将要临到这世界的事情 都吓得魂不覆体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 主就告诉 门徒说 你们要时时警醒 常常祈求 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 得以站立在门子 人子的面前 所以我们这时候 那个时候唯一的出入就是主耶稣基督 可是主耶稣基督 是不是说很简单 我们信了他 他就帮助我们一切的事情 就是保证我们得永生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主就不用说你们要时时警醒 常常祈求 我们能够受主的恩典 能够被主拣选 对不对 是真的要这样子 我们不要自以为被拣选 自以为主一定帮助我们 自以为我们受了喜 就是基督徒所以这些末世 一到了末世好 就发觉我们就说 这些跟我们都有无关 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要常常警醒 要常常祈求 要时时警醒 时时比常常更厉害 时时就是所有的时候都要警醒 你不要去犯罪 你要做一个主说喜悦的人 你要做一个被主拣选的人 是不是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为什么主在这个时候 要交代门徒呢 因为我讲过 各位弟兄姐妹 这有两种 各位弟兄姐妹 有两种 有两种末日来到 第一种是全世界的末日 第二种是我们自己 就要到阴间去 是不是 主的门徒 主在这边所带的门徒 没有一个 留到现在 留到这个末日到来 没有 但是他每一个都面临死 他每一个到死的时候 你就不能再有做任何事情了 你那个时候怎么样 在审判台前就是怎么样 你要交总账 我们每个都要面对我们自己的死亡 我们死亡来到那一刻 我们究竟是什么 我们是一个 为主所喜悦的人 这样子我们到审判台前 主帮我们做宗保 我们没有事 我们没有事 或是说 你自以为受了喜 你一天到晚从事恶事 你又增进又嫉妒又比较 你又害你的灵舍 不是爱你的灵舍 是害你的灵舍 贪恋他的钱财 对人也没有爱心 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基督徒 你能保证到末世的时候 你这样到了 不要说面对末世 我们活的人还活的人要面对末世 但如果我们死了 我们要收到阴间 到时候要照样复活 就这样 就你这个状态接受审判 我们能保证 我们能够被主所拣选吗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紧要的事 主来了快要走了 快要走 他所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而且他不但是跟门徒这样说 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呢 他是二十一章最后说 主耶稣基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 他没有住在耶路撒冷里面 他住在外头 他住在外头 但是他每个橄榄山那边 然后每次每天早上 一早就进到殿里来教训人 照说 你知道我们下面这里二十一 二十二章就开始讲 余夜节道 我们其实我们熟读圣经的人 我们都知道余夜节道了什么意思 这里讲的余夜节道 就是他要受定要受死 我过两三天就要死了 我现在那我好好地享受吧 那我去这个 对不对 好吃好喝 趁这个世界 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先享受一下 我还有两三天就死了 你会去努力上班吗 你会去努力上班吗 你会去工作吗 努力工作吗 你就知道你就 就再两三天就要死 你会做这些事情吗 我们不会嘛 但是我们的主为什么每天早上 他就进店里教训人 到晚上才出去住宿 为什么 因为他要把这个神国的道传开来 不是为了他自己 而是说他要为了这些听到的人 听到的人要听到这些 才能得救 对不对 他何必再做这些呢 就快要就快要走了 但是他念知在知的是 我们这些人 他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所以他的死前 他被抓去受审判 要受这个种种的痛苦甚至于死 这些事情之前 他努力的在传神国的道 每天在教训人 好了我想今天呢 我们先讲到21章的回顾 就讲到这边 接下来我们要讲22章 22章就是主要告诉我们的 主在这世上教训我们人 到底教训什么 他到底要对门徒做些什么 这是最后的时候 最重要的时候 他要跟门徒们做什么 那我们今天讲的话 我们就从22章的第一节 一直念经文 一直念到38节 因为第二十二章很长 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些东西 念出来 我们今天先念一半 那么 现在就把经文打在荧幕上 由我来为大家来念 请 陆家福音22章第一节 除孝节 又叫做余夜节 静了 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 怎么才能杀害耶稣 是因他们惧怕百姓 这时 撒旦入了那个称为 加列人犹大的心 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 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 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 他们欢喜 就约定给他银子 他应允了 就找机会 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 把耶稣交给他们 第七节 除孝节 虚在余夜阳高的那一天到了 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 你们去为我们预备余夜节的筵席 好叫我们吃 他们问他说 要我们在哪里预备 耶稣说 你们进了城 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 你们就跟着他 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 对那家的主人说 夫子说 客房在哪里 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 余夜节的筵席 他必指给你们 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 你们就在那里预备 十三节 他们去了 所遇见的 正如耶稣所说的 他们就预备了 余夜节的筵席 时候到了 耶稣作席 使徒也和他同坐 耶稣对他们说 我很愿意再受害以先 和你们吃着余夜节的筵席 我告诉你们 我不再吃着筵席 直到成就在神的果里 十七节 耶稣接过杯来 注谢了 说 你们拿这个 大家分着喝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只等神的国来到 又拿起饼来注谢了 就掰开 递给他们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也当如此行 为的是 纪念我 二十节 战后 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写 所立的新约 是为你们留出来的 看哪 那卖我之人的手 与我一同在桌子上 人子固然要照 所预定的去世 但卖人子的有祸了 他们就彼此对问 是哪一个要做这事 二十四节 门徒起了争论 他们中间 哪一个可算伟大 耶稣说 外邦人有君王为主 治理他们 那掌权管理他们的 称为恩主 但你们不可这样 你们里头伟大的 倒要像年幼的 为首领的 倒要像服侍人的 是谁为大 是坐席的呢 是服侍人的呢 不是坐席的吗 然而 我在你们中间 如同服侍人的 二十八节 我在磨炼之中 常和我同在的 就是你们 我将国赐给你们 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 叫你们在我国里 坐在我的席上吃喝 并且坐在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三十一节 主又说 西门西门 撒旦想要得招你们 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致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兼顾你的弟兄 彼得说 主啊 我就是捅你下奸 捅你受死也是甘心 耶稣说 彼得 我告诉你 今日鸡还没有叫 你要三次说 不认得我 三十五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猜你们出去的时候 没有钱囊 没有口袋 没有鞋 你们缺少什么没有 他们说 没有 耶稣说 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戴着 有口袋的也可以戴着 没有刀的 要卖衣服买刀 我告诉你们 经上写的说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 因为那关系我的事 必然成就 他们说 主啊 请看 这里有两把刀 耶稣说 够了 阿曼海路亚 感谢赞美主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第一节 他说除笑节 又叫做逾越节 尽了 就告诉我们这个时期 这个逾越节 除笑节 大家可能陌生 但逾越节 大家应该很清楚 起初的逾越节就是 摩西吩咐以色列人 他们在埃及地 埃及地为奴 摩西就吩咐以色列人 要把那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面 这样子 灭命的天使经过的时候就越过他们 所以他必须要宰杀羔羊 那摩西呢 也吩咐以色列人 吃的那个面里面不能放笑 所以他们又叫做除笑节 没有笑 然后呢 逾越节 逾越节 我们刚刚讲过就是要 灭命的这天使要越过去 因为耶稣呢 每天在殿里教训人 他讲的道 跟文士跟法利赛人 跟祭司长讲的不一样 可是又很有权柄很有道理 而且他 你知道又能够一病赶鬼行生机 百姓听了就知道 他的话才是从神而来的 而文士跟法利赛人这些所讲的 那些一定要你怎么样 一定要怎么样 要穿什么衣服 什么要洁净 每天要做多少次这种事情 大家觉得好像没有道理 所以人们的心就渐渐的转到耶稣这边 于是呢 祭司长跟文士就想办法 他们要害耶稣 因为他们去 但是他们惧怕百姓 他们非常惧怕百姓 百姓的心要是转了 移走了 那就不回来了 所以他们想要怎么办呢 我们以后的生活要怎么过下去呢 犹太人的文化要如何再过下去呢 犹太人的文化要毁在耶稣一个人的手里吗 我们这祭司制度 这些法利赛人制度 文士制度 这整个制度 因为耶稣一个人来要全部改变吗 他们不甘心 所以他们就想说怎么样 要害耶稣 在约翰福音里头甚至讲说 这是这个念头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因为耶稣复活了一个人叫做拉撒路 他复活拉撒路 这是神迹的最高峰 那么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想要害他 不得了这个人叫神复活 他是神能力的彰显 那他来讲道 别人不会再来听我们呢 都要去听耶稣的 于是他们就想要害他 甚至想要把拉撒路一起杀掉 这个就抹去 把证据都除去 你们民众还能怎么样呢 还不是过几天就忘了 是不是他们打了就是这个算盘 他们要把耶稣除掉 在这个时候呢 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 也很有兴趣除掉耶稣 他是谁呢 其实我说人 这是一个不正确的说法 是一个是撒旦 撒旦也很有兴趣除掉耶稣 因为他听过预言 撒旦听过神的预言 神讲的话他必定会实现 他想说弥赛亚要来做王 这个时候耶稣的时间到了 逾越前进到圣殿里头去 骑着驴居做王 别人或许不清楚 甚至门徒可能也不清楚 但是撒旦很清楚 下面要发生什么事情 耶稣要进来做王 他要被立为基督了 他被立为基督 我就没有机会了 怎么办呢 他也想要除掉耶稣 他也想要除掉耶稣 然后撒旦因为有各样能力 他原来是一个大有为的天使长 但是他却背叛神 为什么他会背叛神 因为他没有办法预知未来 他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神有这个能力 神知道从起初望见末后 全部清清楚楚 中间会发生什么事 神全部知道 但撒旦却没有 撒旦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以为凭他能力可以改变这些 他想说耶稣快要成为基督在世上 对不对 他以为是这样 那好 我就把你除掉 他怎么除掉呢 他就找有没有最关键的位置 有没有最关键的位置 他控制很多人 他控制文士 控制法利塞人 控制这些长老 祭司长等等 然后他发觉他还要控制一个人 如果在耶稣那边有一个内应就好了 是谁呢 耶稣带了十二个门徒 有些门徒就没有跟那么紧 但是这十二个门徒都是跟得很紧的 他就决定在这十个门徒 十二个门徒当中 找一个破口要进去 找来找去 找来找去 找到了 那个人称为加利人 犹大的心 他就进去 这个人的心有破口 为什么 因为他非常的贪财 他 撒旦做事常常怎么样呢 他必须要靠人有破口 他不能 完全的掌控一个人 这个人如果很圣洁 一心向主 非常爱主 他很难在这个上面找到借口 但是如果这个人他来跟随耶稣 到现在 都还没有把耶稣当做自己的亲人 自己最爱的人 或者说 我们讲难听一点 就是说 一个女子没有把这个男的当做她的丈夫 没有这种关系 彼得 约翰 有没有这种关系 有 他们非常爱耶稣 但这个人呢 犹大却不那么爱耶稣 他不爱耶稣 他跟随了耶稣 是为什么呢 因为可以帮这个一组人管钱 他带着钱 又常常偷窃其中所有的 这个在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约翰福音 他做这样的事情 他爱的是钱 所以当他在考量考量的时候 当他观察情事 对不对 撒旦进入他的心 他所看到的 他所想的就开始跟别人不一样 彼得跟约翰想的说 我们的主要怎么样做 但犹大就开始想说 不行 我看看你每天这个法比赛人 还有祭司长 还有守殿官 守殿官底下是有兵的 我夫子这么傻 每天都进到 圣殿里去教训百姓 那些百姓跟他什么关系 他为什么在这 每天固定时间到那里 你看那个守殿官每天都 我看到他每天都来了 已经 已经怎么样 跃跃欲试了 就快要动手了 我们的耶稣 恐怕马上就要被守殿官抓走 对不对 跟他还有什么笨头的 下面还有什么更好的去路 没有了吗 那怎么办呢 我不如趁我还有架子的时候 赶快最后捞一把 所以 魔鬼撒旦常常进入人的心的时候 他会开始影响人 他会开始改变人 他会让你想的跟一般人想的不一样 这就是我们会常常经历过的 这是撒旦也有一些他的能力 于是他就进入犹大的心中 各位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接触过撒旦的经验 可能大家被接触过也不晓得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那种被骗的经验 有人被骗呢 就是说这个电话诈骗或什么 他就一直利用你的恐惧 你平常如果心态正常的时候 你不会说你这么蠢的事情 就会被人家所利用 但是人家说你儿子在绑贝 你儿子在医院 你儿子怎么样了 你一听以后心就慌了 心慌以后做出很多很多错误的决定出来 然后这是人家叫你汇款 你想都不想的把钱打出去 各位弟兄姐妹 因为很多被诈骗的人都是这种心态 他们一旦被找到破口以后 撒旦进去突破以后 那就后面就会做出很多 大家想都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 这就是撒旦的能力 这个诈骗集团这跟撒旦用的方法常常是很像的 那些人我们觉得为什么那么傻他会被骗 犹大你跟耶稣跟那么久 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选择卖主 人的心在这个时候 特别被撒旦所控制的时候 他所想的思考的方式就不太一样 但是他因为他最care的最在乎的是钱财 他想如果耶稣要被抓了 我的钱直接保管的钱不但要被充公 而且我可能自己被抓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 我可以把我的夫子给卖 这个人实在是一个很会意想天开的人 他也很聪明 他居然能够想到 他能够卖主来换取银两 所以他就去主动 注意是犹大主动去找 祭司长并守殿官来商量 要怎么样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是犹大主动去找祭司长跟守殿官 为的是要获得钱财 祭司长跟守殿官一听 哎呀也是很高兴 因为他们心中也被撒旦所控制 撒旦控制好多人 这样这些人在自己在里头 底下玩来玩去 好像各自都是觉得说 这是我所行的 但是不 其实撒旦控制他们每一个人 这些人心里想要杀人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守殿官虽然在那每天早上 看着耶稣进来讲道 可是他恨得牙痒痒的 他不敢动手 因为百姓很多在听他的 他一动手百姓一指责 那他就没办法 对不对 但现在有一个犹大 跑过来说我可以告诉你耶稣的行踪 你们可以不用在耶路撒冷抓他 可以在别的地方抓他阻力更小 于是他们非常高兴 双方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就想出一个计策 要来怎么样的卖主耶稣 那祭司长跟文士 守殿官就想说 哎呀我们怎么样可以把它除掉 大家就在心里想这个事 他们欢喜 第五节讲说他们欢喜 就约定给他银子 他应允了 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 把耶稣交给他们 你看大家看第七节 除孝节需宰杀逾越节阳高的那一天到 这一句话其实是我们值得好好思考 对于犹太人来讲 好像说这一天反正到了节期 我们就宰杀阳高 对不对 那为什么特别加个需要宰杀阳高的那一天到了呢 其实这一天真的是一个需要 也不是为了过节而需要 那你过节就应该嘛 到了要宰杀逾越节阳高的时候 但是这一天他讲说需要 这是需要 为什么 我们想想头一个雨月节 头一个雨月节 那天呢 神已经下令灭命的天使要行动 但是神告诉摩西 你去告诉以色列人 你把阳高的血抹在门楣上 那么天使就会越过 所以在这一天 在这一晚之前 最后的那一天 他们必须要搞到羔羊的血 是不是 唯有高羊的血放在门楣上 是必须要被宰杀的 这当然我们也后来就推演到说 赎罪祭也是用类似的方法 你要赎罪 你要赎罪 那你就一定要献上你的赎罪祭 你没有献上赎罪祭 神判到了 那你对不起 你的罪都没有被赎 所以我们必须要宰杀逾越节阳高 为的是什么 为了我们自己的罪 为了我们自己必死 因为我们必死 所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 来替代我们死 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是这样的逾越节的阳高 他自己很清楚 他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 逾越节将要到 他还留在耶路撒冷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他若不在这里 那世人的罪就没有办法得救 世人 其实犹太人来讲 一年一年的献上赎罪祭 一年一年的逾越节宰杀羊高 但是呢 之后还是一样的一再一再的犯罪 明年你还需要另外一只羊高 明年你还需要献上另外的赎罪祭 没有 无穷无尽 没有终点 这样的人真能够得救吗 因为是不行 因为是不行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来了 主耶稣来了 他要为我们成为我们的赎罪祭 是献上给神的羔羊 而且这一次的献祭呢 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 永远除罪 不像羊高 羊高献了 羊高生命没有了 你罪熟了 可是你以后再犯罪怎么办 可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所我们献上的罪 他死了 对不对 我们罪熟了 但是呢 他又活了 他还活着 他就能够支撑我们 这个罪不是一个死计 乃是一个活计 而且主的灵也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呢 能够心意更新的变化 能够重生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主 要为我们献上 他自己生命的原因 而且这也就是为什么 他必须要死 其实在这里 大家想想看 这一天来到了 我们的主明明知道 下面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那他在这里 他很简单 他可以转身就走啊 他知道所有要发生的事情 他也知道有门徒要卖他 那他可以怎么办 他转身就走 离开耶路撒冷 基司长跟守殿官 难道还能追他到加利利去吗 不行嘛 对不对 所以他完全 如果他不想死的话 他完全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可以避开 这个时候可以避开 或者我们的主 他就根本就不要下到地上来 不要降生为人 他在天上 做神 做神的儿子 开心吗 开心 要不要死 不用死 那问题是地上的人要怎么办呢 我们这些罪人要怎么办呢 没有救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主要来到地上 而且他逾越节这天还要到往耶路撒冷这边去呢 就快到逾越节了 人家就要快来下手抓你了 那些守殿官每天在那边看你 你在那边跟人讲道 你讲的越多 他们越来越恨得牙痒痒痒 想要杀你 你可以闭嘴吗 你可以离开吗 不 可是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的罪就没有救了 我们就是罪人 我们就要死在罪中 不是一两个人 是全部的人 人人都要死 人人都要死在罪中 而且没有办法通过审判 那这个是神的计划吗 不是 这就不是神的计划 如果人人都死的话 那你刚初为什么要造出亚当跟夏娃 造出人来呢 造出人来后 最后人人都死了 那你这个造人计划不是完全失败了吗 所以我们的主的拯救救恩的计划 是神放在交代他手里的 他这时候他一定要死 这个时候是什么 除孝节 须宰杀逾越节羔羊那一天到 就是要杀 要羔羊要献祭 哎呀 要献祭怎么办呢 我们的主还要跟门徒们过节 跟门徒们过节 逾越节 因为逾越节是犹太人应当守的 我们的主虽然是旧主 但是他也守逾越节 可是他们每次每天在这个店里讲话 那这些事情谁来安排呢 十二个门徒加上主十三个人 这样一个相当大一间屋子才能在一起好好过节 不是吗 而且还要准备东西 这准备东西就是反正这些是门徒多可以去找 但是你家房子怎么办呢 不要怕 耶和华以乐 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凡是主所要行的事情 主必定预备 所以我们的主就预备好了 他预备好了 他没有告诉门徒说 他已经预备好了 他叫门徒说你们去找 门徒甚至很急 哎呀就快要这个吃宴席了 什么时候呢 我们在哪里预备呢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过节呢 耶稣就说 你们进了城 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 你们就跟着他说 到他所进的那房子 对那家主人说 夫子说客房在哪里 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 他必只给你们摆设整齐间大楼 你们就在那里预备 所以主已经准备好了 他的安排继续无疑 没有任何一项遗漏掉了 你不用担心你要找到谁 哎这个人过来 一定你们进了城 这个人一定对着你们走过去 而且手上还拿着一瓶水 那个时候为什么有人会在路上 拿着水走路 我们不晓得 但是这个就很明显的一个记号 于是门徒们一进城就看到 等这个人就拿着 然后就跟着他 去找到那边去 然后人家就说 碰到那家的主人就说 夫子说客房在哪里 我们要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 好像已经透过Airbnb 把它预定好了一样 事实上主就把这些事全部都安排好了 怎么安排的呢 门徒现在才知道 这些拿水的人可能不晓得 但是那个房主人呢 可能昨天晚上做梦梦到 或是怎么样 反正主已经全部都安排好了 比你上网去挂Airbnb还要更可靠 有的时候电脑还有什么 记录不见了啦什么 或重复预定啦这些事情有没有可能遇到过 有的时候就遇到过 但是主的安排 永不勿示 永远是及时的 因为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阿们 阿们 他们去了 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 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 这个时候呢 耶稣就做喜 到那天傍晚就做喜 使徒也和他同坐 使徒 使徒是谁啊 十二个门徒 包括谁 包括犹大 犹大记得吗 那时候耶稣基督差遣使徒出去 包括犹大 他们去传福音 他们去传福音 他们去做这一切 这就是使徒与他同坐 包括犹大 我们看到达文西的最后晚餐 那个话里面 犹大也是在其中的 犹大也是使徒 犹大也吃这个最后的晚餐 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 和你们同吃这逾越节的宴席 我告诉你们 我不再吃的宴席 直到成就在神的锅里 主讲了没有 主讲了什么话 他说我在受害以先 所以门徒听清楚了没有 门徒可能 在大嚼 这个面包好吃 沾这个什么 在底下讲一些话 主很清楚的说了 有一些门 有一些使徒听住了 记下来了 可是记下来了 也没有很放在心上 他说主要受害什么意思 被打吧 哎呀 怎么讲 你要知道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控罚其身 行佛乱其所为 对不对 这是孔夫子讲的 我们的夫子也是一样 他要受苦才能成就大事业 遇害嘛 我们知道对遇害 门徒想的都不是跟主所讲的 不一样 主所讲的 跟他们所领受的 真的是不一样 主的意思说他要死 但是门徒听了以为 哎这好啊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当然其实这个 孔夫子的话 没有办法传到这个中东这边 以色列这边 那不一样 但是呢 对于被害的解释 两边可能是不一样 所以他们没有那么在意 然后你看这16节 我告诉你 我不再吃这宴席 直到成就在 Kingdom of God 神的国里 对不对 所以门徒们心里所想的 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是说 哎呀 每年逾越节宴席都要吃的嘛 所以主就告诉我说 Kingdom of God 明年就要有了 我们的主要在 Kingdom of God 里做这个弥赛亚 我们就是什么 他们可能想的是这个 跟主所想的完全不一样 他们 但是他们后面终究明白 我们可能会有时候会想错 但是终究要明白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讲说 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 设立圣餐 好 我们先把这一段 下面的经文再念一遍 16节 我告诉你们 我不再吃着宴席 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 耶稣接过杯来 注谢了 说 你们拿这个 大家分着喝 18节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直到神的国来到 又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掰开 递给他们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了 你们也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这杯是用我写所立的新约 是为你们留出来的 这就是圣餐 然后后面21节 看哪 那卖我之人的手 与我一同在桌子上 当时犹大也在那张桌子上 可是主在这个时候 设立圣餐 大家先喝一点 可是最后 这个时候重点来了 主拿起饼来 剥了 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 这什么意思 记得主在行神机的时候 五饼二鱼 喂饱五千人 五千个男人 可能一万多人 然后之后 很多人要跟从他 他就跟众人讲 你们要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大家记得吗 然后犹太人就在底下议论纷纷 怎么可以叫我们吃人肉 喝人血呢 然后很多人就离开了 因为大家没有办法懂 主在这个时候把这个饼剥开了 递出去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了 你们也当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 这个门徒拿到饼以后是怎么样 供起来吗 那不 门徒拿到以后当然就吃了 是不是 吃了主的身体 吃了主的肉 为什么 因为就是等于像一个祭祀一样 祭祀的饼是可以吃的 你要祭祀 你要赎罪 你要怎么样 献上祭物 祭物烧了以后 然后你要拿出来 肉要吃 我们要吃这个赎罪祭 跟这个祭无分的时候 你的罪不能得色 所以我们要吃主的这个肉的时候 我们要承认我们是有罪 我们需要这个赎罪祭 你若是自己觉得说你不需要赎罪祭 对不起你跟主无关无分 所以主拨开他自己的身体 为我们舍了 为谁舍了 为我舍了 为你舍了 每一个人 每一个受圣参的人 主为我们舍了他的身体 所以我们有没有亏欠主啊 我们亏欠主 主是我们要不要感谢主 要感谢主 因为祂是我们的赎罪 祂是我们的救赎 祂的身体为我们舍了 我们拿过来 我们饮吃了 我们就在主里面 跟主联合了 我们有关系了 祂是我的救赎主 祂救赎了我 每一个基督徒 你们在吃圣餐的时候 甚至你们在收洗之前 你就应该想清楚 我们跟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祂就是我们的救赎主 我们不是 但是乃不是靠自己得胜 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好行为得胜 是的 圣经有教你很多道德 这些人品 这些什么事情 我们是应该学习 但是我们不是靠那个得胜 我们乃是靠主得胜 靠主赎罪 我们的罪乃是靠主给我们赎了 不是靠我们自己有多厉害 不是靠我们从此不再犯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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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姐妹 那已经太too late 太晚了 我们罪已经犯了 以前犯了罪 怎么赎去呢 靠主方能赎罪 OK 所以这个我们有关系 第二件事情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这杯是用我写所立的新约 是为你们留出来的 主跟门徒们立约 我们在以后用圣禅的手 也一样的跟主立约 这个约在此之前 有另外一个普遍的用法 是在犹太人的订婚宴 犹太人要订婚 怎么办呢 我们能不能喝血 不能 犹太人履法中不能喝血 但是有一件事它是例外的 就是在立约的时候 尤其是这个 未婚夫跟未婚妻 在订婚的时候 新郎也这样说 这个杯是象征我的血 我跟你立约 跟对新娘这样讲 准新娘 你要愿意你就拿过去喝掉 你不愿意 你不能喝他的血 你们两个不是交接会夫妇 你不能喝这个新郎的这个所代 象征性的代表血的杯 你不能 不要结合就不要做这个事情 今天我们愿意跟主立约 就表示我们愿意 像新妇一样嫁给新郎 我们的关系以后就确定了 确定以后你就不能再去拜别神 不能再去找这些占卜 做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因为你就是这个是淫妇所为 我们的新郎就主一个 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就是为什么主所在这边设立叫圣餐 圣餐真的是一件事情 我们在教会里我们一定要讲清楚 如果你还未信主 你不可以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 他们如果说你没有跟他讲清楚 他领了这个圣餐 以为只是面包跟酒 这个杯而已 葡萄酒汁而已 就吃了喝了 立了约 对不对 在这个仪式上看起来 他跟神立了约 但是他回家因为他还未信 还没有受洗 然后又去做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拜偶像 人家拉他去庙会里去 他也去 到这个拜菩萨 拿香也是跟着拜 这些事做起来都是淫乱 你就马上就得罪神 甚至有些基督徒 他都受洗也信了主 也在这个什么 圣餐中用了吃了主的肉 喝了主的血 出去以后还是会做这种事 那就是很糟糕了 所以圣餐是有一个意义在的 我们要recognize 我们自己要知道 是因为我们所犯的罪 我们要借主的身体 能够帮助我们 就好像当初在埃及地犹太人 他们需要这个羔羊的血 刷在门楣上 得以存活 可以活命 我们所做的就是这样子 我们也必须要一样 我们需要主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 不是吗 我们需要主的肉 我们需要主的血 各位听众姐妹 我们不是一定要靠这个圣餐的礼仪 才能做到这点 圣餐呢 就是我们为什么常常很多教会 每个月行一次圣餐 为什么 要提醒我们 要提醒我们 常常我们人是需要提醒的 你当基督徒当酒以后 你渐渐都觉得说 是我们刚开始是靠这个 但是后来呢 要靠我们自己嘛 要读经嘛 是不是 要自己要控制这些行为 要好德性 好品德 于是我们就想说 我们要以后要靠自己 靠圣经 跟靠这个行为 各位听众姐妹 靠圣经有没有错 没错 靠行为 要好行为 有没有错 也没错 但如果你觉得说 我们只要这两个的话 那就错 各位听众不是这样子 我们需要主 我们即使成了基督徒 我们还是需要主来 帮我们赎罪 我们还是需要有主的关系 我们才能得救 如果光读圣经 没有圣灵的帮助 没有主的灵来帮助我们 我们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们随时就会失败 我们在紧要的关头 你想不起你这个圣经里所读的书 读的教训 如果读书有用的话 那大家都上过公民与道德 这个道德课的训练 对不对 我们就不需要靠这个 但是往往在紧要关头 世人没有主的 他往往会忘记该如何行 忘记该要克制 忘记该如何 所以很多人一冲动就犯了罪 但是基督徒 我们有主在我们里面 他做我们随时的提醒 他提醒我们 主我们的主帮助我们 真的有很多时候 你看我在情绪不好的时候 人的情绪不好 他就越来越当 对不对 越来越的不舒服 在家里一个人生闷气 可是生闷气完 当然 我可能我老婆就快回家了 他一回家 我当然也不至于向他发火 但是我会对别的事情发火 讲一些不好的事情 可能语气在当时就很不高兴 对不对 人会这样子 有的时候我不是骂他 但是我讲别的事情 他在旁边听我用那个语气 大家都知道 整个房间里的人 都知道爸爸不舒服 爸爸心里不高兴 整个全家会受影响 那时候我一个人在家里生闷气的时候 圣灵就提醒我 这是前几个礼拜发生真实的事情 真的我很生气 现在为了什么事情 对我想起来 被一家这个 这个我去买那个白晨吸尘器 你们在台湾可能 买单吸尘器可以跟客服讲到话 但我们不行 我们就在美国就是靠email什么的 然后就是觉得被骗 被骗买的parts又贵 然后要跟他说不要cancel 因为我在Amazon中找到 只要一半价钱的零件 我说要cancel 然后他又没有反应 他就你看我定下去 10分钟我就说要cancel 他还是把东西寄出来 隔了两天 礼拜一把东西寄出来 我说那我借这个cancel信干什么 对不对我就很生气 所以呢 我就那天就非常的愤怒 我就想说如果老婆来的话 我一定要在他面骂 就我相信 我就会在他面前骂呆神 可是你知道吗 就在那个时候 圣灵就提醒我 他说你身为一个 不是说身为牧者 他说你身为一个基督徒 你这样带着情绪 是对的吗 我就突然就感觉到 为什么我听到这句话呢 我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这样就发泄情绪是对的吗 我觉得不对 就觉得好像真的不应该这样做 我就马上 就 整个情绪没有那么亢奋就下来了 我老婆回来的时候我笑脸带他说 你知道吗 今天我发生一件事真的是让我很生气 他说什么事我就跟他讲 可是你知道我这次讲的时候完全没有带情绪 就是这样很平静的 然后老婆就说 那你再去写信给他们客服看看 结果我就写信给他客服 结果过两天 他的服务还是很慢 过两天收到这个 让我退货这些事情 还是解决了 但是我就没有对我的家人发出我的情绪 当然也不是骂他们 但是你知道吗 你有的时候你发出一些情绪 你在 你在这个 用 每个人音量就不一样 对不对 你不是大吼大叫 可是你的音量跟平常欢喜快乐的音量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一旦用出来发出来的时候 你的家人会受到影响 但是在这个时候 没有什么人能够救你 你不会去自己想说 我在读哪一本公民道德 或者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讲说 生气不可到日落 这个可能会想到 晚上的时候快日落的时候在想到 但是脾气都已经发一天了 只有圣灵 跟主的关系有这样好的时候 圣灵才会随时来提醒你不要做这些不当做的事情 各位弟兄姐妹 这就是很真实的 我们跟主必须要有的关系 我们的罪必须要我们的主来帮我们赎 而且我们必须在跟主里面有个紧密的关系 你要知道你这个约历下去以后 不仅说你要遵守这些 你不应该犯的事 你不要犯 你的主 祂对你所有的应许都是真的 都会来帮助你 祂是真正能帮助我们的主 只要我们的心真的向祂敞开 只要我们看中这个约 知道说这个约是真的 我跟我主所立的约 你把这个圣灵 你把这个主 与主所立的约当作宝贵 主就视你为 也是宝贵 祂最宝贵的 阿们 阿们 好了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边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与感动 常与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感谢主赞美主 荣耀颂赞都归格给我们的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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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赞美他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我们下周再见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当然节目最后 我们再看看 这周围美丽景色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